铁拳滑轮功 也是一款速射功 也是一款精确打击的弹功 今天就来学院小玩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皮筋很短 粗长皮筋很短 但其实很长 今天所用的配置 看看 1636 1636的单股浮衣巾 配1636的主皮筋 应该是铁拳弓所用的最轻的配置 这是最轻配置 铁拳弓 最轻配置是这个配置 但即使是最轻 这个最轻配置 我打的依然是8毫米钢柱 钢柱大一点稳定 1636配8毫米钢柱 应该是可以的 精度是有保证的 这个配置虽然轻 但是准了 我觉得 越轻的皮筋应该是越准 基本上不带失误的 你要打就更不用说了 捡个东西 丢个东西 哇 把棍子打飞了 看到吗 丢个瓶盖 镜头里面应该看不到了 但是我这个弹弓能打到 不好意思 看直接飞了 从准度上来说 这个铁拳几乎是无敌的 在这个圆皮境内是无敌的 可以说 既可以使用速射 海派打法 也可以使用精确瞄打 无论哪种打法都是 当然那你要有一定技术 像是我这样的技术的话 使用这个弓 几乎是百发百中了 直接打断了 我还是使用海派 海派打法的话 使用手捏住钢珠 进行打击 这种打法 一般情况下 会有一定的飞弹的概率 但是用它就不会 它的这个特殊结构 就不会飞弹 用海派也能打出精确打法 你们知道所有的滑龙弓打 钢珠都是不准的 但这个滑龙弓不会 晃得太厉害了 我心太急 等不了它停下来再打 哇 我又捡了很多盖子 丢过去 看不到了吧 这个距离就是分分钟的 这不叫 我捡到一个小盆子 这应该是宠物吃饭的盆子 糖瓷的 应该是糖瓷的 哎呀 挺结实的 你说我们这个铁拳 能不能穿它呢 别看它使用的是最轻的 皮筋1636 穿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虽然是糖瓷 真正的糖瓷 我们固定起来 用这个穿 铁拳1636 先进去驴穿一个 看行不行 快一点问题都没有 远一点 慢慢的往外走 再远一点啊 看行不行 穿了吗 穿了 1636 1636打的使用 最轻的皮筋就能穿 再继续看 这个东西不经打哈 这个东西不经打哈 一下就穿成这个样子了